撒姆尔记上第十章 撒姆尔拿了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 又与他亲嘴说 伊和华不是已经高丽你做他产业的领袖吗? 今天,你离开我以后 在宾亚敏境内的谢萨 靠近拉结坟墓的旁边 必遇见两个人 他们会对你说 你去寻找的那几头母驴 已经找到了 现在你父亲放下了母驴的事 反而为你担忧 说 我为我的儿子要怎么办呢? 你要从那里再往前去 直到他伯的橡树那里 必遇见三个上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人 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 一个带着三个饼 一个带着一啤带酒 他们必向你问安 并且给你两个饼 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然后 你要到神的山去 那里有非力士人的驻君 你进城的时候 会遇见一般先知 从秋坛上下来 在他们前面 有鼓塞的 打鼓的 吹笛的 弹琴的 他们都受感说话 耶和华的灵 必大大感动你 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 变成另一个人 这些征兆临到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见机行事 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要在我已先下到吉甲去 我也要下到你那里去 献凡祭和平安祭 你要等候七天 等我到了你那里 只是你所当行的 扫罗转身 离开撒姆尔的时候 神就改变了他 赐给他一颗星星 那一天 这一切征兆都实现了 扫罗到了那山 有一班先知迎面而来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他就在他们中间受感说话 所有以前认识扫罗的人 看见他和他们一起受感说话 就彼此说 姬氏的儿子怎么了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间吗 那里有一个人回答 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 因此后来有句俗语说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间吗 扫罗受感说话完了以后 就到秋坛去了 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 你们到哪里去了 他回答 找母驴去 我们找不到 就去见撒母尔 扫罗的叔叔说 你把撒母尔对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 扫罗对他叔叔说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母驴已经找到了 至于撒母尔所说有关王国的事 扫罗却没有告诉他的叔叔 撒母尔召集众民 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把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上来 我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又救你们脱离所有欺压你们的列国人的手 你们今天却离弃了那位拯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和困苦的神 竟对他说 求你立一个王统治我们 现在 你们要按着你们的支派和家族 站在耶和华面前 撒母尔使以色列众支派都进前来 抽签抽中了变亚敏支派 他又使变亚敏支派按着家族进前来 抽签抽中了马特利 再抽签抽中了基氏的儿子扫罗 众人寻找他 却找不到 于是他们求问耶和华 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 耶和华说 他躲在那些物件中 他们就跑过去 把他从那里领出来 他站在众人中间 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 撒母尔对众民说 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没有 在众人中 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 众人就大声欢呼 愿亡万岁 撒母尔把国法对众人述说了 又记在书上 存放在耶和华面前 然后遣散众人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扫罗也回基比亚自己的家里去了 有一些勇士与他一起回去 他们的心都被神感动 但是有些流氓说 这人怎能拯救我们呢 就藐视他 也没有送他礼物 扫罗却没有说什么 的人物 我们可以打电话 但是 我们可以来讲 我们不想打电话 我们可以说 我们愿意